大家好,我是艾米尔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聪明的女人有三个事情千万不能跟你老公说 第一个事情就是自己曾经的情感经历 很多女人一旦碰上了一个可以托付中心的人 就终于觉得之前所有走过的路受过的委屈 被男人伤害过的这些事情 好像终于有了一个托付 有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于是就事无巨细的去讲之前所有的事情 你讲的时候你们两个在恋爱期间 可能你这个老公还是表现出了心疼 表现出我以后一定要对你好 可是你讲的所有的事情 他都会记在心里的 他都会觉得有一点难过 有一点嫉妒的 这种心理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聪明的女人 在老公问你的感情经历的时候 永远只说只有两段 第一段呢 是我上学的时候 又傻傻的暗恋一个男生 但是呢 都没好意思跟人家表白 所以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这个呢 表示了你情窦初开 很纯情又很羞涩的感觉 第二段呢 就是比方说我工作之后 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我 一直追我 对方条件特别好 大家都觉得我应该跟他在一起 可是呢 我对他就是没有感觉 所以呢 就拒绝了他 这样呢 就显得你是很有原则的 你又不图对方的条件 而且呢 你是遇到你老公 才真正第一次动心的 感情经历永远只说两段 至于身体上的这种亲密接触的经历啊 一句话都不要提 永远都是正向的跟老公表达 你是第一个让我有这种亲近的欲望的人 我跟你在一起我感觉特别好 我真的担心以后就是因为身体离不开你了 就真的离不开你了 这种话啊 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受用的 第二个千万不能跟老公讲的隐私啊 就是你的家人曾经对老公有过的一些负面看法 因为女方的家长啊 他都会觉得自己的闺女嘛 是个小公主小宝贝 他会觉得天下所有的男人都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所以呢 难免啊 会对这个女婿偶尔有挑三拣四的时候 或者呢 在两家人 比方说谈婚论嫁啊 谈彩礼啊 等等这些细节的时候 难免女方家人可能会表达出一些对男方家人的不满 那所有的这些负面评价和不满情绪啊 作为女人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老公讲 因为你想你讲了有什么好处呢 真的只是挑拨离间 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恶劣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 你在中间也很难做 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所以永远是传递这种正面的看法 这种鼓励的声音 哪怕你老公有些你们家人不满意的地方 你也要以你自己的这种角度 很温和的把它说出来 第三个不要跟老公讲的啊 就是不要每天絮絮叨叨 你身边的一些这种情感上比较负面的信息 比方说你的闺蜜啊 有劈腿啦 她脚踩两只船啊 她男朋友其实还不知道 比方说你们单位啊 那个领导跟秘书 他们是有婚外情的呀 他们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比方说你去上学 或者上一个什么兴趣班 班里的同学 谁和谁关系很暧昧啊等等 你这些信息讲多了 虽然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 但是你周围人如果都这样的话 你想你老公怎么看你啊 他对你会放心吗 所以记住啊 聪明的女人 这三个隐私 千万不能跟自己的老公说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转发分享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哦